中美最近激烈较量 不仅仅在贸易上 更是在政治上 过去半年时间里 在美国背后支持下 香港陷入持续暴乱 至今仍未有平息的迹象 日前美参众两院 先通过涉港法案 而后特朗普政府 又签署成法律彻底惹怒中国 中国刚刚宣布制裁 美国五大NGO组织 中美在相关问题上的博弈 进入了深水区 危险性增加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 吸取任何教训 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3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涉江法案 不但再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还在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玩双标 简直让人无法直视 更让人觉得冷幽默的是 这份法案是在今年1月 被美国著名反华参议员努比奥提出 并在今年9月11日 911恐习18周年纪念日那天 在参院通过 参院众院都通过了 只要特朗普再签字 那么涉江的这一法案 就又像涉港法案那样的成为法律 特朗普会不会签署该法案 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为按照特朗普的性格 现在中美贸易谈判已经再次陷入僵局 他敲诈勒索中国不成 在与中国谈判过程中钻空子也不成 那他很有可能会有两种心态 一是他在贸易上最后向中国让步 但在政治上找回来 签署包括涉港涉江法案 来谋求在政治上给自己加分 如果他这么想 这两份法案他都会签 二是他在贸易上 已经准备再与中国撕破脸 那么特朗普的性格就会有两个心理 一方面是报复心理 通过报复找平衡 另一方面是想再拿到更多筹码来和中国谈判 那么涉港涉江法案就是筹码 基于上述 在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情况下 涉江法案特朗普是非常有可能签署的 何况特朗普涉港法案都签了 再签一个对特朗普来说也没有太大压力 反正都是国会的货 在笔者看来 唯一可能促使特朗普不签的可能是法案要求特朗普公开谴责中国的新疆政策 这不一定是特朗普愿意做的 因为这相当于特朗普得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走 这一点不符合特朗普的性格 特朗普是否愿意并不好说 如果特朗普自己不愿意这么干 那就可能促使他不签署这份法案 因此特朗普签不签 某种程度上还要看他是否有心情 他情绪上气顺不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美国搞这个涉江法案到底想干嘛 再笔者看来 美国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 在西方世界筹划中国形象 涉江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公开谴责中国的新疆政策 援引全球马格尼刺激人权问责法案 对新疆官员进行制裁 限制对新疆的技术出口等等 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 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丑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形象 美国这么做 也是避免向欧盟与中国走得过境 这是想通过破坏中国的形象 来达到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从而美国可以渔翁得利 这一点看看英国在涉港涉江问题上 紧跟美国的态度上即可窥斑见报 当然 说起来也有些搞笑 一边是英国在恐怖主义上 对中国香港和新疆的双标 另一方面又是英国出现了恐袭 真是恶有恶报啊 二 谋求中国的让步 迫使中国放弃正确有效的反恐和防恐措施 美国一直在努力 试图迫使中国在新疆反恐反恐政策上做出让步 放弃当前正确的措施 中国让步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很多 美国就可以操控江独回潮 制造恐怖袭击 从而制造中国内乱 这一点和中国制造香港暴乱 意在给内地制造暴乱是一致的 只要中国在新疆政策上让步 意味着美国给中国内地制造暴乱的机会来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国会在今年1月就有反华议员卢比奥提出该法案 并且在9月份参院通过了该法案 现在众院又通过了该法案 他们就是想搞一个霍乱中国的双保险 涉港涉江里应外合 只是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的团结程度 虽然香港人缺乏爱国心 可被美国所利用 内地人可并非如此 想通过涉江法案来干涉中国内政 窗户都没有 三 刺激恐怖组织在新疆制造恐袭事件 美国通过涉江法案 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 刺激疆毒恐怖分子 想办法到中国新疆再制造恐袭 我们不要忘了 从中国出去到叙利亚搞所谓圣战的 至少就有一两千人甚至更多 这些人如果回来一定会制造恐袭 还有流落到阿富汗的疆毒恐怖分子 一旦回流就可能制造恐袭 另外就是在西方国家或土耳其 藏匿的恐怖分子 也可能制造恐袭 所以美国的目的就是 想通过搞涉江法案来刺激极端组织 制造恐袭来给中国制造混乱 综上所述 美国通过涉江法案的目的是清晰的 用心是险恶的 就是想搞乱中国颠覆中国 我们对此要清晰认可 何以毫不夸张的说 无论美国人是谁来执政 他们都会这么干 只是选择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在笔者看来 美国人干这些可谓痴心妄想 美国民主党想通过制造香港暴乱 来引火入内地 从而谋求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同时 给中国制造混乱 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政府 则更希望借香港事件施压中国在贸易谈判上让步 无论是民主还是共和党 他们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中国不可能如他们所愿屈服于美国 而在新疆问题上更是如此 美国试图通过涉疆法案迫使中国让步 那完全是不可能 一丝一毫都不可能 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共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了 这些行为最终都是闹笑话 这些行为只能让世人嘲笑 针对涉疆法案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月4日在回答记者会中国采取什么反制措施时表示 我们注意到连日本来中国的媒体 包括美国媒体都有很多的解读和猜测 我理解很多人 更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已经看不下去美国这种霸权行径 完全是无理强盗不可理喻错误愚蠢的行为 他们也在纷纷的给我们出主意 我们感谢他们对于中国的关心 也请他们放心 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捍卫好我们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至于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大家也都可以不要那么着急 该付出的代价终究会来的 从中国外交部的表态上可以看出 中国政府早已胸有成竹 或者说已经有了很明确的预案 即美国和政府做到哪一步我们会如何反应 譬如当特朗普签署涉港法案后 中国不但暂停了美军舰暂停香港 更是宣布对美国的五家恩纠组织进行了制裁 可以预见中国在涉港问题上的反制裁刚刚开始 接下来随着香港局势的发展 还会有更多反制措施 至于涉疆 那性质就更加严重了 因为与香港是一国两制相比 新疆是中国内地 政治上更加敏感 所以一旦特朗普真的签署成法 中国的反制会更加强烈 同时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会更大 在这方面不知道美方是否做好了准备 不过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不同 中国人的思维是后发制人 若你留有余地 中国一定有余地 反之 若对方不留余地 中国也会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美国人则不同 美国人更多是想利用微笑的手段 迫使对方就范 所以是先把招数用完 然后再往回收 现在美国试图用一些法案来微笑中国 那是徒劳的 接下来中国必然不断展开反击 当美国逐渐感受到反击 伤害到他们自己的时候 就会做出调整 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美国先调试 中国再反击 而后中美关系再缓和 这个循环会不断重复 中美关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充分认识 再比者看来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涉疆法案 完全是疯了的做法 美国人这么做 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 首先 这种法案不可能被中国认同 所以对中国国内是无效的 中国政府也不会有任何 哪怕一丝一喉的让步 其次 这种做法只能增加 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反感 包括那些之前崇洋媚外的人 也会因为感情的伤害 逐渐进入反美状态 所以美国的这些法案 只能让中国上下更团结 一心对外 其三 当美国的谎言一个个被拆穿 美国在国际上的信誉会不断被透支 这对美国的长期伤害会更大 尤其是当世界各国都看到 美国的这一切对中国都无效的时候 他们会越发认可中国的实力 这也必然会削弱美国的国际权威 霸权国家霸不住了什么概念 这个美国人自己可以脑补 美国的这些做法 不但对美国没啥好处 还会因为美国政客的短视 而伤害美国 美国政客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政客如此砸下去 必然把自己砸成粉碎性骨折 砸到自己残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或观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 晚安